海基會的董事長 那鄭文燦在他擔任桃園市市長的任內 其實他涉及的土地開發的弊案 有好幾件 那我們目前沒有辦法確定 檢方是針對哪一件在偵辦 無論是針對哪一個案件在偵辦 檢方都應該要徹查延辦 勿往勿衝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同時鄭文燦作為民主進步黨 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 針對這件事情 民主進步黨的主席賴金德總統 我覺得他應該要非常嚴肅的面對 要展現清楚的態度 那這個就是鄭文燦過去有被點過 要選這個新美式市長 那應該就有人認為說 是不是膽內的惡動 在這個時候我認為沒有必要 做太多政治上面的揣測跟臉象 最重要的事情是 面對這一種貪污腐敗 違法濫權的事情 壓了這麼久 趕快徹查延辦 給台灣社會 給台灣社會一個基本的交代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我的回答還是一樣 在這個時候不要去做太多政治上面的揣測跟聯想 鄭文燦過去在桃園市長任內 遭檢舉的土地開發弊案還蠻多的 不管是哪一個案件 檢調都應該要徹查延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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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